大家好 我是阿天 龍行2024有給了一個兌換碼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在右上方的加號 然後呢 在這個齒輪這個地方 我們點擊服務 然後點擊這個兌換碼這裡 有一個前網 OK 那我們來輸入Happy New Year 好 就這個樣子喔 輸入囉 OK 兌換成功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一個新年兌換碼是如何呢 喔 這邊有一個 貓咪的頭像 然後 一顆紫骰子 一個學者卷軸 好 OK 難怪最近那麼多人 有這個貓咪的頭像喔 感謝影片下面有網友留言跟我講 就是說這個 辛娜 冰豹的角色 在打這個海王非常好用 辛娜配上這個格爾芬的話呢 那個網友是說 比特納爾還要來得強喔 不過呢 這樣子是不是代表 我要抽這隻辛娜 但是最近我看到很多這個海王 打高傷的功率 大概都會有兩隻角色 兩隻或是一隻 其中一隻呢 就是這個歐溝克 因為畢竟呢 你在打海王的話呢 打得久比較重要 所以我覺得 像這個有這種 不死的效果 或是無敵的效果 非常好用喔 全體友方不死 雖然說只有5秒鐘 但是你在這個關鍵的攻擊點啊 使用這個不死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撐下去喔 那更恐怖的是說 如果說你有歐溝克 再加上這一隻薯婆的話呢 哇 那就更猛了齁 一個歐溝克全體不死 再加上說這個薯婆 法陣8秒內齁 如果說法陣存在期間呢 有軍的目標低於30%的話 會施加無敵狀態 所以說你在看很多時空窩流啊 高傷的排行的話呢 你常常會看到說 薯婆加上這個歐溝克喔 我現在的資源呢 我可能會留到這個1月14號 跟這個1月21號 想辦法拼出一隻歐溝克 或是一隻薯婆 當然如果說我有賺錢的話呢 這兩隻我當然是全都要啦 我全都要 但是話要說回來呢 如果說你是新手的話呢 日盲的累積2 可能會比較好 雖然說這邊呢 就是所有的角色亂出 可是呢 你抽到80次呢 就會再送你一隻這個傳說的角色 而且呢 這邊的話呢 就是沒有限定卡池 所以說呢 所有的傳說角色都會有機會 那限定卡池呢 就會有一些角色一定抽不到 譬如說我有的這個龍媽 還有幾隻那種神級的角色 像那個全體復活的光角色啊 它就不會列在這個卡池裡面 像這樣子的話 你就只能在這種日盲的累積 又或是一般的這個大卡池 我們點召喚 在這裡日盲召喚隨機出了 所以說呢 有一些這種比較神的角色 它就不會放在這種限定召喚裡面 OK那最後面呢 我們來講一下這個 詛咒墓穴等級8的這個打法吧 目前來說呢 我是全部地下城先挑戰8再說 然後呢 並沒有說刷很多 先刷一輪基本的再說 這個詛咒墓穴的難度8呢 重點就是 你要可以移除它的這個爭議 那其實詛咒墓穴8呢 還蠻單純的 它就是在6秒鐘的時候呢 它會上兩個爭議 所以說呢 你要嘛就是把它移掉 要嘛就是在之前上爭議無效 那我還是選擇 我之前有練的斐拉喔 那斐拉的話呢 就是大招會移除兩個爭議 然後另外呢 加里巫師實在太好用了 雖然說呢 我主要是火隊 可是呢 這個光的加里巫師呢 還是被我拿來當作是全體補血 然後守門者之杖 這還可以轉為護盾 那如果說你沒有守門者之杖呢 你就給它努力的撐防禦力 因為呢 它的這個補血呢 是跟這個防禦力有關係喔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我還加了一個火盾齁 就是安全 那這兩隻角色齁 雖然說龍媽很珍貴 但是呢 你沒有龍媽的話呢 你這兩隻角色齁 弗蘿拉 跟這個艾莉奇 你要換誰都可以齁 這兩隻就是純粹的攻擊角色 時間的設定的話呢 這個有點莫名其妙齁 我們先來看這個加里烏斯齁 加里烏斯的話呢 它的能量是已經有達到18秒 也就是BOSS的一個循環 所以說呢 它的第一次釋放的時間點 是在16秒 也就是BOSS開大招之前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加里烏斯 是有守門者之杖 那一補齁 就是說多補出來的這個量 會變成護盾 所以說呢 就是在BOSS開大招之前呢 多一點護盾 這樣子呢 它就不能吸到護盾了齁 所以說16秒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另外一個是火盾 為什麼火盾射的時間這麼尷尬呢 因為我的火盾時間呢 無法撐到這個18秒以內 所以說呢 我會晚個0.2秒 所以我就說下一輪開始 就是第一輪的話呢 我不開大齁 也就是說18秒 那第二輪呢 你28-18就是10嘛 也就是說呢 在第二輪的10秒鐘開始施放 因為呢 我的火盾是18.2秒 也就是說呢 每一輪我都會慢0.2秒 所以說呢 我從第二輪的這個10秒鐘開始 這樣子呢 它每回合慢0.2秒呢 都可以在BOSS開大招之前呢 開這個護盾齁 讓這個BOSS大招打下去呢 我方是有護盾 然後同時呢 打不痛 它就吸不到護盾了 另外呢 這個火盾的這個護盾啊 它是只能持續10秒鐘 雖然說這個大招啊 它沒有寫說持續10秒鐘的護盾 但是呢 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說 這個戰技的影響 所以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們就用這個小怪來測試 好 好 我們戰鬥齁 我們知道說雪條白色是護盾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它現在有這個護盾嘛 白色是護盾 OK 那我們現在開個大招 稍等一下齁 OK齁 我們等放完戰技 這樣子齁 好 我們看一下齁 現在是42秒齁 看一下齁 這個白色的條 喔 它剛剛又有護盾了 32有沒有 32就不見了齁 所以說呢 這個護盾的持續時間呢 大概是10秒鐘 因此呢 當BOSS開大招之前呢 是第18秒嘛 所以你最好是在這個18-10 也就是說這個8秒之後開這個護盾 讓這個護盾呢 可以維持到BOSS開大招 所以大概這個時間點 設定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比如是因為呢 有撐這個技能加速 所以說是可以在18秒以內開 那這樣子呢 它就是穩定在BOSS開大招之前開就好 因為這樣子呢 加里巫師還可以幫大家補護盾 那如果說呢 你沒有守門者之杖呢 那你可能是BOSS開大招之後開 這樣子呢 BOSS一砍下去之後呢 趕快全體補血補回來喔 那火盾的話呢 就是要穩定在BOSS開大招之前的 10秒內齁 開這個護盾 如果說呢 這個還是太痛的話呢 你可以把這個 龍媽或是艾莉奇呢 換一個攻擊下降的角色 那也是一樣齁 只要在BOSS開大招之前呢 因為攻擊下降一般都是持續10秒鐘嘛 那也就是說在BOSS開大招之前的 10秒鐘以內齁 施放這個攻擊下降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一個重要角色就是 移除爭議或是爭議無效的角色 那這一隻角色的話呢 時間要壓在18秒 只能這個循環才會比較穩定喔 那這裡的話可以看到齁 它是18.9 那但是呢 我有給它裝備一個神器 那這個神器的話比較平價 就是這一個香爐 香爐的話呢 在施放威能機之後呢 它會呃 增加自身8%的威能 所以這樣子呢 就可以彌補時間上的不足 那這個計算的話呢 可以參考我之前的影片喔 所以我這邊給它裝備香爐之後呢 這個呃 每一回合的釋放時間點 就可以壓在18秒之內 那一開始呢 我直接給它設預設 因為呢 它首次釋放的時間是11.5秒 那這個時間呢 是BOSS上完爭議之後 然後接下來每回合呢 都是在18秒 所以說呢 就是穩定在BOSS上了爭議之後呢 給它移除齁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這裡的話呢 看你是要BOSS上完爭議之後移除掉 或是在BOSS上爭議之前呢 給它上爭議無效 都可以喔 那我們就實際來戰鬥看看喔 首先第一輪的話呢 火盾不開大招 應該是說我們第一輪的這個火盾啊 時間射到28秒了 所以它不會開大招喔 OK 然後一開始預設的話 是11.4秒 這個斐拉開大招移除了 16秒鐘 加里烏斯開大 順便上護盾 好 第二輪開始 斐拉依舊是大概是在11.5秒 這個時間點喔 開大招喔 都是18秒 那火盾呢 開大招了 喔 第28秒了 艾利奇跟龍媽純純的攻擊角色 一樣 第16秒鐘 加里烏斯開大招 加護盾 如果說不能加護盾的話 你就是在BOSS開大招之後 然後呢 補血 不過呢 這個樣子的話 因為沒有護盾的保護 打太痛的話呢 這個BOSS會吸太多護盾 那你可能就是要上這個 攻擊下降的角色了 我這邊呢 是用兩個護盾喔 OK 加里烏斯也有護盾 然後火盾也有護盾 雖然說還是被他吸了不少的護盾 但是呢 我這邊上了兩隻強烈的攻擊手 火盾 上上去 然後斐拉很固定 都是在這個時間點 一直移除 不管BOSS有沒有上到爭議喔 因為斐拉的特性呢 還是會上這個爭議無效 哇 這一次有點痛喔 但沒關係喔 我們的加里烏斯補的回來 只要加里烏斯呢 可以在每回合18秒之內開大招 就補的回來喔 加里烏斯 大補 OK的 好 好 他又被上了爭議無效 這是斐拉的戰技效果 但是呢 戰技的話呢 我一般都不會太依賴喔 因為那個時間比較不好算 POSE上上去了 兩個爭議 一定要移掉 不然就一定會秒人 移掉了 而且要一次移兩個喔 所以我這邊就會有兩個護盾 一個是加里烏斯的這個護盾 然後另外一個是火盾的護盾 雖然我沒有讓他攻擊下降 不過呢 我用這個護盾來保護我 當然啦 如果說我的這個攻擊力不足的話呢 我可能就要把龍媽 或是愛里奇 換成是大招有攻擊下降的角色 當然啦 這個技能加速的話呢 也要撐到這個時間是在18秒以內 不然的話呢 最評價的希格莉的也很好用嘛 反正就是打久一點嘛 你看這個時間的話呢 其實還蠻充裕的喔 好 解決 OK 好 來看一下喔 喔 領悟的不錯喔 不過我現在的目標 當然是打這個金裝啦 因為 呃 綠色的套裝 金裝有個仙主套裝喔 三件的話呢 可以去保護隊友 然後減傷15% 我覺得要先有一套仙主就好 然後給坦克裝備 這樣子你在打地下城的話 就會更好運用喔 好啦 那這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然後也祝大家2020新年快樂 那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谢谢大家